转右,然后走下去,走下去 这么奇怪的,为什么他叫我走下去的? 不是走上去吗? 结果我来到了一家地下室 但是你不要看看地下室 里面却是充满了书香气息,还有茶叶香 这个可能是全新加坡瓶子一家 什么这样有特色的一家室 当时他的会员不多 就这样,他们却是坚持到底的 有一天他们从地面投上了水平面 搬去了另外一家会所 这家会所同样是充满了书香气 同样有茶叶香 这时不同了,可能是转换了风水 又或者是在所有自身职位的坚持之下 他终于在这里茁壮成长 开支三页 请先给这批职位一个指令的掌声 你们知道他是哪一所来家奖演会吗? 那就是茂桥怀语奖演会 当时的茂桥奖演会跟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已 我相信在座的有些新会应该都不了解 也可能你们的职位会上会告诉我 今天来到了这里,我看到参赛者是老中青都有 有很多人说 这么自身来参赛 我们的机会 我认为不是这样 因为只有自身的参赛 新秀才能经历学得到 我们身上的眼睛 你们只要默默地观察 细心地去揣摩 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 你们很短的东西 所以各位参赛者 只要你站在这里参赛的话 你肯定是在不经历地已经成长的 怎么讲呢? 在这个过程中,你从备考开始 你是不是要准备一篇稿? 在准备一篇稿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要求你的讲稿 比你平时备考的时候还要好? 还要调理分明 还要有最强的表达方式 才能够吸引观众 才能够抓住他们的心 才能够抓住评判的心 让你们能够脱领得出 所以 站在这里的会友们 今天不管你是参加一幕 或者是参加评论 肯定你一定能够 学到一些我平时还没有学到的东西 大家可以继续加油吧 在这个平台上 不管我们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能够学习到一点 不管你是被告 或者你学习领导 或者是担任任何的食物 好像今天 学习多多的 判判主席 还有计分员 计时员 还有等等的 就像一个学业园 你也知道学业园该怎么做 因为有很多担任学业园的会友 不知道他有怎么做 你看今天的这一条园 是不是做得非常称奇 他知道坐在门口 你不要笑笑他 我没有想过 因为他坐在门口 他就知道 什么时候该让那位来不进来 因为在参赛的时候 如果来不进来 这位参赛的可能会打断他的实路 他就不能够继续下去 协调园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很多地方 就是不懂 让那个门口 开进开出 那个讲研究在台上讲一下 看到有人进来 再听一下 又再讲 这是不对的 我希望下一次 不管哪一位 会有当然协调园的时候 都应该像我们的文顺这样的 参赛 各位各位 一个会的成长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 当你的会 陷入地潮的时候 千万会要去美 就学学冒巧 华语讲的会 继续的坚持不懈 肯定 阳光总在风雨后 有一间到 璀璨的亮丽的阳光 对不对 对